我們現在去法羅倫斯的百年藥妝店 它的門口是這樣的 喔!是這裡了!長走廊 為什麼剛剛那條走廊有這麼多花去做妝飾 是因為這裡主打用中草藥和花草去做他們的化妝品護膚品 四是六 Yay! 這裡有鏡子給你打卡 我們現在進去店鋪再看看 這裡有很多櫃桌 這樣數過去也有三四個櫃櫃 你走過去櫃櫃可以試到其他產品 然後走進這間房間裡面有更多不同產品 這裡是賣香薰的 香水 有些大支妝的 記得要寄倉行李才能買到 那些是什麼? 那些放在衣櫃裡面的 每個人都買的 放在衣櫃裡面是令你整個衣櫃都很漂亮 放在衣櫃裡面會慢慢洗粒 因為是濕的 就是慢慢地濕到會吃 然後呢 就是這樣一個香薰的藍 這裡除了剛剛買東西的角落 如果你走進去小門口裡面 它其實會有一些好像博物館一樣的地方 就會展示了它以前的製香的用品 還有一些產品都會放在這裡 然後都是很漂亮的一些擺設 我覺得每一個小角落都很值得拍照 這裡是走進去老橋的時候 我們會經過的河 我們一直走到前面 就會看到老橋的了 我們現在來到老橋了 老橋的特色就是它上面有一些立體的建築 而且它這條橋一走的時候 就會發現有很多金色的店 老橋實在太多人了 為了安全著想 我們沒有在那裡拍片 我們還有一隻耳機不見了 都找不回來 我們現在去到老橋附近的這間Gelato 它的菜單每天都會有點不同 那天最特別的就是 有MariaSoul和Mona Lisa的味道 可以試吃才點的 我出來再展示給你們看 兩個你要來的原因 這裡的雪糕是沒有添加劑 而且它在老橋裡面的雪糕店 它是最便宜的 這隻都蓋上蓋了 那這樣 Google上的review是說 這樣比較衛生 也都挺好吃的 那些人覺得 我們在它店鋪對面 找了幾張挺有趣的燈 那裡拍了幾張照片 現在買了這個是Pistachio和Kiwi 看到裡面有一些火粒 Pistachio裡面是很細滑的火粒 Kiwi那個比較酸 但是很清爽 在這些天氣裡面吃 我們來到Old Bridge附近的一個餐廳 叫做Celioni 這裡是吃意粉出名的 我們買了一個是 梨和Ricotta做的汁 還有有Aspiracus料的一個意粉 它是Raffioli 另外一個就是 Recommend的Menu 就是我們問個點員 然後就是一個 Vegetarian的蕃茄味的意粉 我們吃完再Review Hello 我們現在吃到一半了 其實我們之前在地址 有見過一個廣告 就是教我們意大利的禮物 就是如果那些碟裡面有汁 我們要用白麵包 就是我們這裡有爆白麵包 是一進來就會有 我們就會用這個白麵包去沾一些酒 沾了之後就吃了 然後就沾到乾乾淨淨才是 乾乾淨淨一號 OK 喝到乾乾淨淨才是對這間餐廳的尊重 然後我們現在結帳 第一個三歐是這個包 原來收了我們兩人份量 就總共會收我們六歐包的錢 然後水就是有一支兩歐的水給我們 然後還有我們那兩個意粉和Raffioli 就是十四十四 所以總共就是三十五歐 我們剛剛走完老橋之後 我們來了老橋附近的購物街 有兩條主要的購物街 其中一條購物街 這裡有一間LEGO的商店 然後我朋友就很喜歡LEGO 所以他就打算在這裡看看 那這裡其實除了LEGO之外 他還有很多其他店 例如Pandora、Janela 一些大牌都會有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你在Florence 這麼熱的時候逛街購物 可以避一下暑 在意大利他們有出一隻電單車 叫做Vespa 這裡可以看到它的牌子 然後就好像 這個Vespa的歷史是什麼 請你介紹一下 在二戰之後 有些人要找一些 在二戰之後 那些人要找一些代步 因為路爛了 所以他們做了一個比較便宜的 就是中等價位的電單車 其實他們那時候是叫Electrical Scooter 就是Vespa 所以它是二戰後的產物 也是意大利一個 比較悠久的電單車品牌 現在我們在購物街走出來 看到這一間吃Portretta的店 Portretta就是意大利式的燒魚豬 然後這裡的燒魚豬 他們是整隻這樣切肉出來的 那為什麼呢 就看到它包著這些三文字 就是我們打算叫的食物 我們會打算叫它的Capposia 是它的菜單裡面第一樣食物 這樣可以再和你們分享一下是怎樣的 聽起來也挺脆 它切的時候是傻傻的聲音 它放了一些火箭菜和蕃茄碎上去 然後它幫我們分開一半 因為它看到我們兩個人吃一塊 然後我們還點了一支水 它有一個冷水給我 看著的你一定要訂購這間店 它的豬肉裡面有一點肥膏 所以吃起來很有豬油味 它的脆皮也是非常香的 我們後來去了市場的另外一間店吃Portretta 都沒有那麼好吃了 然後我們吃完之後就去了皮革市場 在那裡我也買了一個戰利品 接下來我會展示給大家看看 買了一個粉紅色的 現在看起來沒有那麼粉紅 但是它是粉紅色的 然後我喜歡它就是它裡面有一格 暗格 最好的就是其實它後面這裡還有一格 可以放正片進去 然後檢查了它的拉鍊就可以正常功效到 雖然它這裡有一點奇怪 好像被人戒過一樣 但是也繼續功效到這個位置 它自己幫我釘了一個洞 因為我自己調了尺寸之後 然後它就幫我打洞 然後這裡就是我自己打扣 因為它是沒有東西挖著打進去的 就是這樣 皮革市場其實有銀包和袋子 所以男女也適合行的 如果不懂路就去找金珠 我們來了從雪糕 如果吃完這個應該是第三球 今天的 可能大概可以吃炸雪糕 炸韓寶膠 這裡可以吃炸 不是是雪糕包嗎 它就把雪糕放進奶裡 應該拿去做冰箱給我們 這杯飲料是四個半歐 我們點了這杯冰箱來到了 Chrome的士多啤梨冰箱 加了冰箱 冰箱就是0.5歐 你試一下 沒有人我都試 很香 非常香 然後它的冰箱好企身 它那個士多啤梨味很濃 然後它的奶 就是它的冰箱是很重奶味的 我們現在還沒吃完 Chrome的食物 但我們準備吃完之後 就會進去這間 Partner雜貨店 裡面也挺大一間 這個是正門 然後有一個廚窗 我們一會就會進去買東西 我們進來 首先我們看到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看到這裡 又有同一隻牌子的七色牙膏 人們會叫這隻牙膏 做牙膏界的LV 所以我們就在研究中 你看過兩個半的LV 還買一買 對 它價錢也很便宜 小隻是兩個半 大隻是六個半 那有75ml 以及25ml 然後因為雜貨店 它除了這些 還有很多其他 納納雜雜雜的 對 很意大利 你看看這裡有些 芋粉醬 有松露 有魚 我不知道是否這些 它像是一些葉製的魚 我們在前菜的時候都有吃過 然後之後 這裡還有更加多的醬 大小都有 然後這裡有他們的火腿 我們來到這裡之後 發現這裡的火腿 真的是各種各樣 有不同的部位 有不同的製法 它全部的名字都不同 有沙拉麵 什麼沙拉麵 我們之前看到 最有興趣的 叫做 Panchetta 我們還沒試過 反而剛剛吃了 Panchetta 的一個 燒魚豬包 這裡還有更加多的火腿 任何人都是 對火腿很有興趣的 你們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們對火腿的見解 這裡的種類 真的多到 令人眼花瞭亂 看完都不知道自己看了什麼 但全部都很吸引 對 然後其他位 就跟其他百貨 我想都差不多 跟其他超市應該都差不多 有芝士 各種各樣的芝士 然後有一些籃盤 然後有一些醬 和橄欖 我們在這裡發現 意大利的橄欖真的很好吃 我怕帶他們回香港 我怕帶他們回英國 或者 因為是液體 我們的行李 不容許我們這樣做 好 現在大概就是這樣 下一集 就跟我們去看 當地最出名的市場 和李迪奇家族的禮拜堂 我們會來看